冬天不只是流感耗发季节 肺炎链球菌确诊病例也不断攀升 更创下三年来新高 肺炎链球菌是社区型肺炎最常见的致病菌 一旦感染可能出现高烧、咳嗽等症状 恢复其长达三周 免疫力较弱的幼童和长者尤其要特别注意 免疫不全的患者像一些肿瘤的患者 糖尿病免疫功能缺失 使用肺固醇或是免疫抑制剂的 免疫功能差的当然得到清洗性肺炎的机会就多 而且可能都会蛮严重的 因为你得到流感以后 你就会增加本来你只是带菌的人 可是你因为流感 你的黏膜被破坏 你的免疫力下降以后 原来跟你相安无事的肺炎链球菌 就可能变成一个小坏蛋 预防肺炎链球菌最好的方法 就是注射疫苗 纪念疾管署扩大65岁以上的长者免费施打 提供一剂PVC13结合型疫苗 以及一剂PPV多糖体疫苗 大大提升保护效果 也创下亚洲国家公费施打首例 我们为什么要先打13架节合型疫苗 它会刺激T-C8 把T-C8这个总指挥官 先把它注入肺炎球菌的一个免疫机 记得这个坏人的样子 然后呢 先打DG然后再盖房子 盖房子就是23架的多糖 那个疫苗打进去以后 因为它有23种 而不是只有13种 所以它会刺激比较多 血清型的肺炎球菌的抗体 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 然后也不要造成医疗体系 或者是家人的负担 我觉得这是还蛮好的一个观念 随着新冠疫情趋缓 防疫工作似乎也跟着放松 医师提醒还是要做好自我管理 尽早施打疫苗 保护自己也能守护家人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